八十六,《香港雙報》2012年11月25日報章 此《靈異心靈一言論命》 拜陳一言須用心為是愛情的晚婚命 有一個臣子大家都不會默生, 不少父母都會帶小朋友到文昌廟去拜文昌帝君, 期望孩子日後讀書聰明。 拿到好成績,在八字學或紫薇斗數中, 北約兒童也有一課聲叫做文昌, 同樣代表復囂之時, 如果借課聲配置得黨,命主便民詩敏捷, 也利於考場增盛。 1981年5月31日出生的梁思家小姐, 在八字中便有一課配置得黨的文昌聲歌透於早上當位, 這代表不單梁小姐讀書名歷前茅, 而且祖父母背意出過讀書人, 可說是世代書鄉, 父母對你的幫助很大, 無論是讀書上的策略, 都待人處事的作風, 都深受父母的優良嫁悔影響, 讓你人生上直接處於上風。 但也因爲如此, 要提防棄嚴傷人而不自知, 即使事業高於紅日, 若身邊小了愛及資深朋友的支持, 也是人生的缺失, 由於梁小姐的呼聲出現得較慢, 導致早年的因緣容易斷斷續續, 早年當你還在為事業拼搏之年, 不覺得是什麽回事, 但當年事漸長, 你可能會感到一時孤直, 尤其是當身邊的朋友 都一個一個展示記笑動力療癒。 聽時候,更會淒漆難耐, 所以對於愛情, 即使是晚婚之命, 也希望你的愛情長久, 而不是多段式的短跑賽, 或許用比賽來形容你的愛情並不合適, 應該是活補吧? 你的場處在於強勢的事業理財, 但你的丈夫卻不一樣, 他是個很有才華的人, 但他所擁有的才華不一定可以用來換錢。 如果你不欣賞他的才華, 那麼他可能被你視作一模蝕處, 那麼恐難長久再一起, 你或許一時難以久同另一種價值觀, 但這是你必須學習的一個過程, 因為你將來的兒子, 同樣是個很有才華的人, 與他父親一樣, 才華是否能投入市場運作, 佔過一筆, 那卻是另一個八字掌管的事而了。 健康方面, 沒有什麼大問題, 而注意手腳外傷, 特別是腳步運動需要注意, 開車而慢。 陳一言,歡迎讀者提供八字批名, Chinaian at gmail dot com